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,台湾之所以让他们特别羡慕,更多是因为台湾拥有一种中国难以实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氛围。 今天,我想分享一位中国大陆女孩,嫁来台湾后,她深切感受到,台湾人能够坦率表达自己的观点,参与社会变革,而不必担心受到压制。 这一点在中国人眼中非常珍贵。 以下会用我为第一人称。 在定居台湾之前,台湾对我来说是一个既熟悉又遥远的地方。 当时的我对台湾怀着一种羡慕之情。 透过网络和电视,台湾的生活讯息和多样面貌进入了我的视野,让我不禁想要了解更多。 对于台湾与中国都是华人社会,从外表看起来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。 语言、文化、生活习惯等方面都相似。 然而,对于那些敏感细腻的人来说,台湾整体的社会氛围以及民众的精神风貌,和我之前生活的中国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不同。 台湾的社会透着一股自由、包容的气息,给人一种生活更轻松、更有尊严的感觉。 而台湾的民主实践无疑是一个成功的例子,它向全世界证明了民主制度的优势。 尽管并非所有中国人都愿意承认台湾民主制度的优越性,但这背后的原因大家心照不宣。 一些人可能因为政治环境或其他外在因素不敢公开表态,但内心深处对台湾制度的认同和尊重并不少。 甚至在中国境内也有不少人对此抱有期待。 我选择移居台湾,其中一个最关键的就是食品安全。 首先,食品安全对我来说至关重要。 台湾社会虽然在发展过程中曾经经历过各种问题和挑战, 但在民众持续不懈的努力和抗争下,最终走向了良性发展,并形成了一个相对健康的社会状态。 台湾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非常高,从法规制定到市场监管都有严格的措施, 让人对食品的品质和安全性更加放心。 相比之下,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令人担忧。 从许多报道中可以看到,中国屡屡爆出黑心食品的事件, 这不仅损害了国际信誉,也反映出食品安全监管上的诸多缺陷。 缺乏统一的食品安全法规、独立检测机构,以及执法和行政效率不佳, 这些因素使得中国在打击黑心食品方面来以取得实质成效。 台湾在这方面所展现出,对食品安全的高度共识正是我心生羡慕, 并最终选择台湾的重要因素之一。 除此之外,台湾的整体生活品质也是一大吸引力。 台湾民众对公共卫生、环境保护等议题的关注度较高, 这使得日常生活更加健康与安全。 无论是食材来源的透明度,还是市场上的检测机制, 都让消费者能够做出更明智的选择。 台湾民众对食品安全的高度敏感, 产生了社会对食品品质的持续监督。 媒体和公民社会经常会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深入报道和讨论。 这种透明度和社会参与感, 正是台湾在食品安全上能够取得较好成效的重要原因。 这一点与中国形成了明显的对比, 因为在中国,食品安全问题往往缺乏足够的透明度和公开讨论空间, 许多问题即使被曝光,往往也难以得到, 及时的处理和解决,进一步加剧了消费者的担忧。 民众在面对这类问题,常常感到无力。 我觉得台湾之所以让人羡慕, 不仅仅是因为表面的生活方式或环境, 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运行方式和价值观念。 在台湾,言论自由和多元观点的表达是社会的常态, 这让人感到有更多的发声空间。 人们可以公开讨论公共议题, 甚至对政府政策提出批评, 而不用担心受到打压。 这种言论环境, 对于习惯了较为受限表达的中国人来说, 无疑是令人羡慕的一点。 另外,台湾的民主制度让民众, 在公共决策上拥有一定的话语权。 无论是在选举中表达政治立场, 还是通过公民参与的方式对社会变革发声, 这样的政治参与感在中国难以实现。 再来,台湾的公共服务体系, 尤其是医疗和社会福利方面, 对于民众的关怀更为到位。 以台湾的全民健康保险为例, 它为所有居民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医疗资源, 无论社会地位高低, 人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。 对于来自一个医疗资源分配相对不均衡, 且依赖个人财力来获得高质量医疗服务的中国人来说, 这样的制度设计无疑充满吸引力。 最重要的是, 台湾的社会充满了一种和谐与包容。 无论是生活节奏还是人际关系, 都透露着一种轻松和尊重个体的氛围。 这和中国某些城市的快节奏, 竞争激烈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鲜明对比。 中国人常说, 台湾的社会更加有人情味, 还有社会制度、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上展现出的自由与包容。 这种差异让台湾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值得向往的地方。 台湾人的性格普遍来说亲切、活泼, 对人也非常有耐心, 并且相当注重环保和性别平等。 我在台湾多次看到性别友善策所, 这在其他亚洲国家并不常见, 尤其是与日本相比, 台湾在这方面展现出更加开放的社会态度。 台湾虽然拥有日本文化中的礼貌和谦让, 但同时也融合了东南亚国家的活力和市井气息, 这种独特的混合体现了台湾自己的文化魅力。 过去我总觉得台湾和日本有很多相似之处, 毕竟台湾曾经经历了长达50年的日治时期, 然而当我亲自踏上台湾的土地后, 发现台湾确实保留了很多日本的元素。 比如,台南的街道上至今仍有不少日治时期留下的建筑, 古老的火车站也是其中的亮点, 这些不仅是历史遗迹, 也是台湾独特的文化资产。 此外,台湾的捷运系统设计也受到了日本思路的启发。 尽管我早已听说台湾人普遍宾逼有礼, 但亲身经历后发现, 他们的文明程度甚至超过了我的预期。 一些小细节让我印象深刻, 例如在拥挤的公共场所, 台湾人自觉排队, 轻声细语, 这些举止充分体现了他们的修养。 和日本的礼貌谦让相比, 台湾人多了一份自然的热情与亲切感。 台湾是一个在历史和文化影响下, 保留了日本的精致与细腻, 还融入了自己的本土特色与多元文化氛围。 特别是在《代客之道》上, 台湾既保有日本文化中的礼貌, 却也展现出更多的活力与人情味。 让台湾在亚洲有着独特的地位, 也是吸引我不断探索这片土地的原因之一。 对于我曾经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人来说, 台湾所展现的自由与民主格外让我珍惜。 我清楚地了解这种制度来之不易, 因此我更加支持和保护台湾的民主价值。 经历过独裁统治的人, 会特别感受到民主的珍贵, 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民主发展, 对许多华人而言具有象征性的意义。